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潘美晨 我出道到现在 已经有快十年的时间 我唱了很多的歌 也写了很多的歌 说实在的这一路走下来 有点艰辛 也有点感动 也有点心酸 也有点快乐 不过在这张专辑 我所要代表的 还有一些表达的一些歌曲的内容 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它 在很多很多次的一些感触 很多的理由呢 带给我很多的灵感 这一次我希望能够借着 这么特别的一卷带子里面 能够去叙述 我自己的十首歌的一些故事片段 当然你们可以听到 很多朋友在讲我 有很多很多的我的歌曲 都在这个的片段里面呢 你能够欣赏得到 我希望你们现在 接下来仔细的聆听吧 简直到这里 最后应该令人时间是一捍 Ugh 刚才会的筒子来产 Wait 等我离开你 我才开始有感觉 今晚到了最后的一半列车 潇洒的让你无数我走 风在吹呀 雨在飞呀 心早已给错给错谁 直到现在才后悔 等爱只剩习惯 末一开始惊慌 今晚冲动的想回去你身旁 有自尊的我还是顺着坚强 爱已吹了 情人已飞了 真是否问错 问错谁 直到现在才不归 往往会自己觉得有时候我是一个创作者 也是一个现在算是一个制作公司的负责人 所以有时候我很担心 我是不是自己制作唱片的时候会太主观 所以我需要很多的伙伴跟我一起来搭档 像何云达也好或是汤姆我哥哥也好 不断的给我一些经验跟一些鼓励 我觉得在这条路其实我走得很快乐 也走得很自然 因为我是这么喜欢好像很为所欲为的 而且很随心所欲的去唱我的歌 去表达我的这个作品 当然也有一些事情是有点忽视掉的 所以我借着这样子的伙伴 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之中呢 当然有一些惊险的 比如说我唱了一些歌曲 我根本就觉得唱不到 我硬要把它唱到 为了是面子问题 但是我很多的朋友 觉得这方面他觉得我可以做得到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你可以继续听下去 爱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让你心里谁也觉得甜 求他就是一遍遍遍遍遍 你亲手后还觉得美 今天他就是一点点一点点 惊悻了究竟都不能醉 念他教唏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忘记自己是谁 制作潘美成这么多张专辑以来 我觉得这一张是最特别的 因为当初我们的想法是把他的歌曲国际化 所以就把变曲的工作拉到美国去做 而且在这一张专辑里面 潘美成自己的词曲创作总共有六首 是在他所有的专辑里面最多的 那么为什么不把它删掉呢 因为每一首歌都是太棒了 所以删不得 你说来就来 然后说来就来 爱总让我身无委屈 爱又让我放不下你 我爱你爱得太如鸣 你爱我爱得像玩具 我坐在你逃中的手掌 想回飞了心跳当空气 我爱你爱得太如鸣 你爱我爱得像牛鸡 我心里觉得想要抱负你 却只是想想玩具没勇气 我爱你爱得太如鸣 你爱我爱得像玩具 我坐在你逃中的手掌 想回飞了心跳当空气 我爱你爱得太如鸣 你爱我爱得太如鸣 我心里觉得想要抱负你 我爱你爱得太如鸣 我爱得太如鸣 我爱得太如鸣 我记得在大概有一阵子吧 去年上一张专辑之前 我在一個POP裡面 碰到一個完全跟我不熟的一個朋友 見過面 他突然帶一個拍子打我的肩膀 就給我打一下 居然跟我回了一句話 潘美成恩 你這個音樂樂作樂圖 怎麼不知道你在做什麼音樂 你寫歌好聽 什麼音樂樂作樂圖 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突然他這個觀念給我一個很大的轉變 給我很大的一個影響 我發現 我為什麼不去帶領潮流 而去被潮流來帶領我 我自己恍惚掉了 所以我發現我的音樂真的是需要有一些專人 更專業的人來救我 我希望現在我自己的音樂 已經可以感受得到 我自己在做什麼 以前我好像已經在跟著這個 現實的這個消費者他們喜歡什麼 我就跟著一個一個屁股在後面跟 我後來發現這是不對的 我後來覺得應該要自己走出 自己的一片天地 所以我跟這些朋友 一起來做了這樣的音樂 自己還有跟著我的朋友 夥伴 我完全不懂美國 不懂英文 但是在LA 再去了LA 去編曲 但是後來回來的這個感覺 我覺得沒有去錯 而且整個音樂 都真的是在我的理想化當中 我希望你們真的會感受得到 這些音樂真的是精心策劃的 我後來就跟著我們 他是生氣的 也是三個 躲在角落的屋子 愛一開始根本就是錯誤 卻又倒不住幾路 我愿意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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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没人出风 是贴是金 爱是不输 我的心还超越受苦 我愿意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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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